第五百五十章 谁赞成 谁反对 一人率先降下顿光 却是一个土黄色衣服的男子 叶熙文耳边就传来了丁童的声音 是以传音入密之法 直接传送到叶熙文的大脑之中 这位是川原星域之中赫赫有名七要神教的核心弟子 岳瑞 叶熙文顿时记起来了 在这川原星域之中 确实有这么一个门派 却是比霸天武馆之流还要更强上一层的势力 虽然比不得真武学府这样的巨无霸 但是在这川原星域之中 那却也是一方霸主级的 这人的修为 比起之前那个顾天 也是一点不差 甚至还要更强上几分 即便是隔得远远的 但是叶熙文依然能感觉到一股微压直冲心灵 脸上带着几分巨傲 疲逆天下 紧随着他之后的 也是一名男子 身材矮小 面目突出 异常的丑陋 却穿着一身雪白的华服 装作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 看起来就像是幕侯而观的猴子 要多滑稽 就有多滑稽 而且叶熙文还注意到他的腿竟然还是瘸的 虽然演示的很好 但是叶熙文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但是叶熙文却是一点都不敢小看这个人 因为这人经气神 比起之前那个土黄色衣服的男子还要更加强横上一分 而且气息远转如意 已经是圣境大城的巅峰 真的就只差一点 似乎随时都可能破入圣境大圆满 从而站在圣境巅峰的可怕人物 目光如炬 眼神中有几分阴狠的神色 这是另外一个星宇之中大派忧患门之中的大弟子 公演家 是我们四个人之中 实力最强的 而且他的脾气非常暴躁 最忌讳别人说他的相貌和瘸腿的事情 你也要注意 这时候叶熙文脑海中传来了丁童的介绍 而在他们的身后 则是跟着两男一女 那两个男子分别身着黑白两色的长袍 身材枯瘦 面容猥琐 像极了 显然是一对双胞胎 而那个女子则是一个身着黑色的长裙的冰冷女子 仿佛从身体之中就散发着寒气 居然于千里之外 非常的冷漠 岳师兄 公演师兄 你们怎么这么慢 我和我师妹已经等候你们多时了 那红印女子萧圆圆娇笑连连的说道 虽然她也仅仅是刚刚到 但是在她的嘴中显然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三位是 杰杰 好漂亮的妞儿 嘿嘿 我们修炼的阴阳人 遇到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好的炉顶了 那黑白两个双胞胎老头之中的白色袍服的老头 杰杰怪笑一声说道 却是看向萧圆圆 目光之中包含贪婪的神色 恨不得要将萧圆圆给吞下去 嘎嘎 是啊 大哥 那黑袍老头也是节节怪笑一声 小妞 怎么样 跟了哥哥保管你能尝到愈先愈死的滋味 修为更是会突飞猛进 圣境大圆满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两个老头刚刚到来就肆无忌惮的调笑起萧圆圆 叶熙文慧眼如炬 几乎是一下子就看穿了 这两个老头只怕是走的是双修的路子 但是看他们身上邪气冲天 显然不是什么正道 双修本并不是什么邪道 而是堂堂正正的大道 传说中皇帝叶玉白女而破空飞声成仙的传说一直流传着 何况道家也有正经的双修之道 而佛门都有所谓的欢喜禅意说 可见双修本并不是什么邪门歪道 而修是也讲究所谓的地驴法材 而其中的驴既是伴驴也是道驴的意思 其中就包含了双修的意思在其中 但是并非所有修炼双修之道的功法都是正派的 邪门歪道也有许多根据这个改良过来的功法 速度更快 效果更好也是有的 只是名门正派的双修之道都是讲究长远之道 对双方都有好处 双方都能从其中获得好处 而邪派的双修功法往往都是掠夺性质的 一方会被另外一方掠夺完晶元之后 身体干枯而死 而这两个老头显然就是邪派的双修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叶西文再仔细一看 那萧元元竟然是所谓的天生魅谷 这种体质也不算太常见 尤其是在人类之中 就更是如此 不过却正是非常适合走双修这条道路 无论是正派功法 还是邪派功法 修炼起来 都是一日千里 非常了得 也难怪 这两个老头对萧元元这么感兴趣 如果真能将萧元元当作炉顶 他们的邪功一日千里也并非神话 只是和那两个老头相比 萧元元明显没有这方面的自觉 相反的看向两个老头的眼神之中 还有几分厌恶 是的 非常的厌恶 给老娘滚犊子 萧元元立刻翻脸 非常彪悍 丝毫不让 你们两个最好给我安分一点 不然我不介意在此之前先杀几个人 这时候萧元元带来的顾天站了出来 警告那两个老头说道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对萧元元有意义 也能让那两个老头放肆 杀我们 姐姐 小白脸 你很有种 那个白袍老头眼神阴狠的盯着顾天说道 一群愁鬼 顾天不屑的说道 不过他话音未落 却听见一声犀利的破空声 一道身影猛然间冲到了他的面前 猛然间一脚踹出 轰 这一腿简直踹出了世界末日一般的气势 形成一个巨大的末日世界 朝着顾天笼罩了下来 四面八方的空气都凝制了 可怕至极 但是那顾天反应也不慢 他的圣境大成的修为也不是白给的 顿时一声冷喝 双手成十字挡了上去 轰隆 整片真空被那一条仿佛是从末日伸出的腿 给声声踢的凹陷了下去 紧接着传来一声卡拉的声音 却见那顾天一声闷哼 直接横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喷出 他的双手软软的垂了下来 竟然被直接一脚踹断了双手 所有人都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冷气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都不得不为之侧目 就算是心高气傲的他们 看到这一幕 顿时也有几分冷汗淋漓的感觉 那个顾天的实力一点都不差 圣境大成之中都是顶尖强者 但是居然被一脚踏断了双手 这一腿的力量简直强的让人胆战 而到这个时候 那一道人影才终于显现了出来 可不就是那个公演家吗 却见他神色冰冷 目光阴冷的看着顾城 紧敏的双唇张开 道 下次再乱说话 我就踹死你 小白脸 声音沙哑低沉 配合刚才的事情 让人顿时遍体生寒 像是一头从地狱中爬出来的野鬼一般 顾天脸色通红 应声声将体内的伤势给声声压了下去 从地上站了起来 目光阴冷至极 他什么时候这么狼狈过了 从来都是被荡城天之骄子一般 荡城宝贝一般呵护着 还从来没有过一次这么狼狈的被人一脚踹成这样 卡拉 卡拉 顾天那被踹断的双手在他的治疗之下 一下子就恢复了 但是脸色却是异常的铁青 不过他也明白 眼前这个男子只怕不好对付 虽然看着很是滑稽 但是却是一尊绝是凶人 叶西文这个时候总算是明白刚才丁童说的脾气暴躁是什么意思了 之前顾天说的一群丑鬼 自然是有将公演加算在内的 这一行人之中都是俊男美女 叶西文虽然算不上是有多帅气 但是也算得上是清秀 和丑是搭不上便的 唯有公演加和他身后的那两个老头算得上是丑的 不过公演加的反应也太暴躁了一些 看来他确实是非常在意自己在形体上的缺陷 一般来说人越是在乎什么就越是没有什么 越是在乎自己的外貌的就越是长得难看 需要实时修饰 越是在乎钱的就是穷的不行 叶西文这些人每一个都是桀骜不驯 各顶各的嚣张跋扈 简直可以说的尚是一群混蛋 还都是各怀鬼胎 你确定要和这些人合作吗 叶末的声音出现在了叶西文的脑海之中 叶西文笑笑 说道只要他们能够给我足够的帮助 就算是一群魔鬼 我也不介意合作 何况只是有些桀骜不驯 这年头看的还不就是谁的拳头大吗 萧圆圆也是脸色有些难看的看着公演家 这个时候他脸上可没了刚才的风情万种 顾天是他找来的人 这样子分明就是甩他的脸 别看他笑得跟风尘女似的 但是身为圣经大成的高手 燕能没有自己的骄傲和自尊 姐姐 我就说 小白脸没什么用 你还是投到老夫的怀里吧 保管让你遇先遇死 那个白袍的老头 节节怪笑着说道 萧圆圆脸色难看 没有理这两个猥琐的老头 下面 我宣布一件事情 那公演家目光阴冷的扫了一眼众人 开着沙哑的枪说道 这支队伍 将要由我来支配 你们都要听从我的吩咐 谁赞成 谁反对 众人顿时哗然 显然是都没有想到这一出 包括岳瑞和丁同 两个原来的老成员